记者郑明祥苗栗报道 年节大鱼大肉 年后凭减虫 苗栗现成性男子过年后陆续出现高血压 血脂异常等问题 就一发现是过年饮食无节制所致 财团法人为公纪念医院营养师张希云表示 年后询问减肥猛疹增加 但其实只要控制饮食 把握4321的用餐比例 搭配五色蔬果 就可以轻松养肝 剪虫又甩油 张希云指出 每人取消耗7700大卡才可减掉一公斤 而最简易的减重方法就是从饮食控制着手 只要将家中常用的原餐盘划分成四等份 其中三等份料理选用植物类食材 之中有两份搭配五色蔬果 一份来自非精致的颧骨根筋类 最后一份则是以豆、鱼、肉、蛋等高蛋白质食物即可达成用餐4320亿的完美比例 而饮食中常见的蔬果可分成五大色系 其中绿色蔬果如青椒、绿花叶菜、富含叶黄素等可保护眼睛预防癌症 黄色蔬果如木瓜、柑橘可增强免疫力、保护势力、白色蔬果如洋葱、高丽菜等可维持血压、抗发炎、红色蔬果如番茄、红萝卜可抗老化、紫色蔬果如茄子、葡萄可抗氧化、助排毒 除此之外调整进食顺序也是控制体重的诀窍 建议先吃蔬菜让空腹肠胃吸收膳食纤维 再吃肉、鱼、蛋等高蛋白质食物 接着搭配米饭最后才吃水果 健康的用餐比例搭配正确饮食顺序将食减虫是半功倍 另外也有许多人选用中药疗法去治减虫 但中医是杜明峰提醒 减肥成败关键在于需了解自身体质才能对症下药 若肠水肿、蛇拍白逆者可以目通、浮灵 则且以人冲泡茶招饮用 若树肠出汗、精神亢奋失眠体质者 则可以牡丹皮、生地黄、天门冬等药材调理 而山楂、陈皮、春穹、草菌名次则适合多数人体质饮用 但医师仍强调 健康除了饮食均衡 另需搭配运动 每月健康约2公斤 要适宜不可操之过急 并需找合格医师给予适当建议 才能保持健康的体态